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主日 然后很高兴在这个地方看到大家 请大家对自己隔壁的朋友 书生很高兴看见你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主日敬拜 那首先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我预备美好的生命 生活在你所创造的天地当中 也感谢你拣选我们 使我们不再是奴骨的身份 而是拥有神的儿女的身份 感谢你因我们的信 就称呼我们是你的儿子女儿 而我们要称呼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你爱我们 爱到为我们而生 也爱到为我们而死 这样的爱我们无法明了 也无法想象 难道就只是为了我 或者只是为了你 你就这样子爱我们 我还是无法想象 无法明白 但是因为我们信 你就 要将我们的罪一统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三日复活的主 也让我们重新得新的生命 所以求主兼顾我们 使我们的好行为 能够配得起我们蒙照的恩 也求主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使我们不遭患难 不受试探 或者是在遭受试探的时候 能够靠主来得胜 是的主啊 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求主你快快地赐给我们墓掌 让我们能有合一的心 让我们能有相同的灵 能够在信仰的路上 一路有你 主啊我在医院常常看见 我们的弟兄姐妹 有生老病死 作为旁人的我 有时会为他们抱怨 但是他们的表现 却表现出完全信赖神 所以神啊我要为我的小信 求神来原谅 一位弟兄姐妹的大信 来歌颂赞美主 我们要学习 相信神的功课 是何其的多 何其的久 感谢赞美主 在弟兄姐妹 在病床上的时候 你真的是24小时值班 不休息的神 来保守他们 来为他们 来征战 主啊圣经里面 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 你就称他为义 而我们也信你 所以我们就可以 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而同盟 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你的应许 也同样要给我们 得到那迦南美帝 要我们的子孙 如海边的沙那么多 感谢主 赐给我们一颗 不满足的心 不满足于现在的产业 不满足于现在安全 是一种温暖的窝 所以我们要像 亚比斯的祷告一样 一样的来 呼求主 来赐福给我们 来扩张我们的境界 求主你 一同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同向安息 这样的祷告感谢 赞美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阿们 今天我们来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记载在圣经历代至上 历代至上 四章 第九到第四节 这也就是很有名的 亚比斯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四章第九节 预备 请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诸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意思说 我生他甚至痛苦 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圣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坚固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感谢主赞美主 接下来我们要请今天 林思卫传道来帮我们讲道 他讲道的题目是 蒙福的人生 吃吧 吃吧 来